大家好我是高手 从昆明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现在来到信仪 来看看大哥成的老爸 他老爸在这里住院 之前一直都没有时间来看 今天刚好他老爸出院 买点东西来看一下 那老人家 诶 诚哥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你老爸呢 在上面 走吧 上去看看 你准备去干啥呀 你去干啥啊 哇 你都出汗都出尸了 拿不去上来 哦 今天你老爸回家是吧 出院 准备出院 再办手续 再办手续啊 你爸生你什么情况啊 太虚了 哦 太虚了 加强营养嘛 我看你老爸都不怎么吃饭 他不吃东西啊 对啊 能不吃东西 他身体自然就会 他没胃口不吃东西嘛 哦 那 上去看一下吧 几楼啊 五楼 那我们等一下电梯吧 你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还没搞好账目啊 我买了一点菜放在车上 不知道会不会坏了 所以买了点水果 待会拿回家吃 这个都是软的 这个葡萄啊 什么的啊 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飞到医院来挂点滴啊 你要劝他呀 趁他不吃啊 趁他不吃就 就让他在医院挂盐水 一直挂着 现在不吃挂了一个月啊 挂了一个月了 那医院挂菠萄桃 费用更贵了 比吃饭更贵 贵有什么办法 他不停止睡 老爸多少岁了 八十多 八十多了 老人家上年纪了 没胃口 主要也 我就是没胃口 吃不了东西 你今天打算怎么回去啊 给人回来 贴了我 你侄子开车回来是吧 你大哥的小孩 带你爸妈回去 我说没有安排的话 我送你们回去也可以 他到了没有啊 到了 那我帮你去收东西了 搬东西 东西有谁也拿上来 我们等一下电梯吧 上去看一下他老爸 大哥生带路 在哪里啊 来 多久 小哥 多久了 阿姨 好吧 瘦了好多 不做不做 给他买点东西 放这里吧 太感谢你了 没事 身体好点没有 好点 好点了 瘦了好多 现在是等办好手续 今天接他回去是不是 那一天再办那个伤务 上单有点长了 要半个酒 好 坐 不用坐 你们坐吧 可以吃东西了就回家修养 在这边也住了多少号过来的 三个月 刚好住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大概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 不是你花的钱 那交了多少钱 没交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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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交了五百块钱 还交了五百块钱 给你们买点吃的 这水果跟面包 我也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 这没事顺手带来的 然后我也没换到钱 我没带多少钱 这里面六百块钱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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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用了 拿着 没事 我们去办手续吧 看一下 我看刚才在楼下看到了 你不得看他吗 不用看了 他办好了会拿过来是吧 是啊 好 行吧 那就在这里等一会 在电脑里面去找那个正面 用了多少 那个 教育啊 行 吃 那个 洗点 给叔叔阿姨吃 这是你姐姐吧 我姐姐 你好 洗点 那个葡萄给他们吃 或者面包也可以 面包应该吃得动 啊 没事 买给他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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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你好 行吗 行吗 太感谢了 没事 太客气了 人这么客气 也许很远或许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喜欢搬起来 厉害 馅 遇切 这里结账是吧 最近都是你在这里照顾你爸爸 我回来就就晚上就住在这里 晚上在这里住啊 白天就回那边 你哥哥有没有回来 回来两天 我回来之前我那个姐姐 他就在这里 那平时就是你跟你姐姐 跟你妈妈照顾你爸爸 我看你最近 你相亲那个女孩子相当 见到面没有啊 没见到 没见到 那老板不悠你的吧 没见到 那个老板 确实 你看 前天晚上 他打电话给我 我说这两天出院了 他说等我爸出院了再见 你爸爸住院了 有你跟你姐姐啊 还有你侄子可以一起照顾 说得难听一点 说得难听一点 事过得快啊 今天又过了半年了 嗯 很快又到七月一号了 你先看看你 那个老板给你介绍这个行不行吗 要是不行的话 我看你们前段时间跟小元音不是在一块吗 是在一块 嗯 你觉得你跟上次人家不是也过来这里看你爸妈了吗 过来了几天 你怎么不留他躲在这里玩几天呢 你怎么不留他多在这里玩几天呢 我想留他 他买了切票才告诉我 这样是吧 那你让他退了吗 让他退他好像不太 你没有跟人家表态吧 不太好说你 随途有点不服 随途不服啊 嗯 那感冒了 可能人家这种身份在这里待得有点尴尬 觉得是吧 那你你跟人家没表态啊 到底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人家也觉得不好意思 那你觉得先看着吧 看一下 你俩如果觉得行 你再去找他嘛 行 或者叫他过来这里也行吧 好的 抓紧时间哦 行吧 我们看一下手续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 早点接你爸出院吧 去你老家看一看 好 成哥 待会儿你侄子接你们回去是吧 是啊 行 那我也赶了一晚上的车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那我就到那里 到你旁边那个乡镇那里叫什么 猪山 到猪山那里去找个地方住一下 也不用去哪里啊 不用去哪里 这里附近不是有吗 你们今天回老家还是就在这街上住啊 今天回老家 回老家那里你老家近一点嘛 好 行吧 我看一下哈 那想去休息 好 谢谢你了 没事没事 我明天再来你家里 好吧 好 好 来医院看了一下大哥成老爸 确实他老爸住院一个多月 我都没来看一下 确实最近也太忙了 帮老表相亲 然后刚好阿债他们也来了 本来也想去老窝 一直都没去城 他来看一下 刚好今天出院 他侄子来接的话 我就 我就不参与了吧 我从昆明过来一千多公里 开了一天一夜 路上还修了一次车 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明天再去他家看一看吧 看一下 他找的那个对象 能靠不靠谱 不靠谱的话 我觉得他跟小圆挺合适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 撮合撮合他俩 行吧 回去了 找个地方休息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